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現場的來賓 他是萬芳醫院醫學中心心臟外科的主任 是李紹榮李醫師 李醫師你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歡迎主持人好 是是 台灣有一個叫DRG的制度 現在是第二階段實施DRG 中文叫做住院診斷關聯群 住院診斷關聯群 第一階段已經實施了 第二階段從7月1號開始實施 可是所謂的DRG 關乎你我的權益很大 其實現在爭議或者是批評很多 所以我先請教一下李醫師 我們今天就是來關心這個 DRG就住院診斷關聯群 你可不可以更白話一點先跟他講 這是什麼 如果照字意上來分析 他就是把同一類的疾病 然後以你有沒有發生併發症 然後直接做一個歸類 那他歸類以後 那個疾病住院所有的疾病 就會有上限跟下限 還有定額疾病 他有分幾個不同的區塊 那變成說如果你醫院照顧一個病人 花超過他的上限的時候 他就會用7折來疾病你 用7折 你多的部分 用7折來疾病 那這樣衍生出來的問題 變成是說 他當初定制度的時候 每個科去跟健保局談的時候 你如果談得很高 大家都很高興 隨便你實施 一談都會談 都會談 實施最好 實施最好 但是一些 不知道是太忙 還是刻意被忽略的科 就會很慘 就會很慘 像我們心臟外科 心臟外科 心臟外科就是 就是被忽略的那一科 我覺得不知道是太忙 還是刻意被忽略 就是我們代表的意見 沒有被傳達進去 那你可以講一下就是說 心臟外科 在這個制度下 碰到什麼樣的難題嗎 其實我們從2010年 第一階段實施 就有非常大的部分 被包裹進去 然後到這次第二階段 我們大概有9成都納入 那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 有9成心臟外科的部分 都被納入DRG這個制度 心臟還有包括大血管 還有中大型的血管的手術 那最大問題其實DRG 當然在國外出發點是好的 但當你給付不夠的時候 就變成變相的淘汰一些 複雜的手術 我舉例來講 像到目前為止 我們接那個繞道手術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如果你單純的做 然後病人沒有太多的併發症 大概平均起來是可以賺錢的 不好意思 我給你打斷一下 比如說心臟 你剛剛講心臟什麼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 那是一個多麼大 多麼複雜的手術 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嗎 好 通常這個手術大概要4個小時 然後病人會住院10到14天 10到14天 10到14天 那什麼人會做這個手術 就是一般做心導管 如果通到不能通了 或者是病人沒有錢放支架的時候 或者是太多病 然後放支架 對他癒後不好 就會轉給心臟外科 所以其實 除了沒錢的那個區塊以外 這些病人是屬於比較難的 我相信 主持人應該聽得出來 支架不能放 然後或者是放很多次 一直在阻塞 這種病人很難 但是來開照到手術 我們會花很多心力 但是勉強還可以賺錢 但是只要這個病人 比如說修課來開 或者是開完修課 或者是裝了其他的機器 或者是我們同時需要修補半膜 換半膜 然後或者是病人開完刀 有重大病發症 中風啊洗腎 那這台刀 這個病人的給付一定是完蛋的 就你們一定了解 一定了解 了解 所以 像我之前在報紙上寫文章 我就是在講這個 你可以說 健保局可以講得很好聽 你可以結長補短 我如果九成都被你納入 我拿什麼來補短 有那個簡單的 簡單的你就談了 簡單的越來越少 因為簡單的都去做療療 因為都可能比較小的醫院做光了 比較小醫院還有像心臟內科 如果可以做支架的 都給你做完 出的 不好意思 很難吃的給你吃 然後 上來心臟外科 叫你結長補短 你覺得聽起來就很離譜 就大概很多 你覺得多少比例你們都是賠錢的 我們應該有五到六成以上 所以其實去看醫院的報表 我們12個月裡面 我覺得會賺的大概只有 二到三個月 兩到三個月是賺錢 兩到三個月是賺錢 然後全年都 都賠錢 全年其他都是賠錢 所以整個集合起來是賠錢 所以我們每次要提預算 然後要徵人 醫院就百般的刁難 因為你這個了幾個 了幾個 對 可是你沒有這顆 你怎麼能夠成為醫學中心 所以 這個就會講到健保的本質 沒關係 這樣子 我想 聽眾朋友如果聽到這裡 會以為說 我們怎麼會再關心 一個醫院的某一個科 賠錢或賺錢 其實不是 因為假定 比方說 以萬方醫院的醫學中心 這個心臟外科來講 如果 他們都賠錢 醫生就不敢再接賠錢的案例 對不對 如果我的了錢 我每天都去給他們檢討 那麼 這樣的情況下 他也不能夠增加醫生 不能夠增加醫護人員 不能夠增加設備 那 變得 這個醫學中心的心臟外科 就不敢 收這種很複雜的病例 那不敢收很複雜的病例 那咱就要擔心 就 影響的可是病人的權益 重症病人的權益 不是在關心這個醫院的盈虧 我們不是關心醫院的盈虧 對 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的是 為什麼這套制度要這樣設計 該不該改 這個事情才重要 那不要以為說你不會碰到 因為 不是 不是 不到 只是 不是不報 只是十二位到 我五十幾歲了 搞不好我六十幾歲也會碰到 七十幾歲也會碰到 說得難聽 搞不好五十歲我也會碰到 對不對 這種心臟冠狀動脈的繞道 這個年輕的病人有幾歲的 我們開過二十幾歲的女生 二十幾歲就開刀了 對 可能天生的樣子 他就是麥當勞 什麼這種炸雞 不停的吃 二十幾歲的女生 二十幾歲就這樣 因為女生通常是五十歲才會生病 對 現在二十幾就有了 強不強不 就吃了太多素食 素食 然後太油 油炸 那種反式脂肪 對 反式脂肪 對 那男生呢 平均 男生應該四十歲左右 會發病 夭壽 你不要給我發病 我五十五 OK 好 那我們可以以萬方醫院的這個 心臟外科來當例子 那你這樣子在過去的一年 你賠了多少錢 可以說嗎 賠了多少錢 你要把困境講出來 對 因為這個現在都不是在講你個人的前途 不是在講萬方醫院或者你這個科的盈虧 其實是在 我相信如果你碰到這個問題 所有其他醫學中心的心臟外科 一定碰到同樣的問題 我這樣講對不對 對 我們 我們的開刀量 不算很大 我舉中國醫藥學院為例 中國醫藥學院 它 一個月 心臟加血管手術三百多台 一個月三百多台 三百多台 平均一天十幾台 然後管理階層 給他們報表是 你每天只要一開門 就損失十萬 每天 所以你就知道它 一個月損失三百萬 那一年就要損失三千多萬 我覺得這聽起來就很離譜 你開三百多台的一個科 怎麼可能會 每天開門就損失十萬 對 看你用什麼態度來算 你如果不去計算 這個科 帶進來後面 我們後面的病人都會跟著醫生一輩子 你沒有算那個利益 還有 我們這個科 我後來在了解這個DRG之後 我會比較了解 其實醫院管理階層 常常在動手講 像這次DRG 為什麼健保局 老是說 你做重症 我們有給你額外的補助 有 他有給 他真的有給 但是他給醫院 他沒有給這個科 對 所以我們的科 在每一家醫院都受到阻撓 因為醫院就假裝 我不知道那個補助的部分 你這個科就是給我賠錢 那你要跟醫院講 人家有錢下來 是給醫院檢討位的時候 你要跟醫院講 對啊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制度 我們就會覺得 我要繼續做該做的事 救該救的人 因為你偷偷在後面 得到那些補助 然後你沒有獎勵我們 那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對病人 我們該做的就要做 好 那所以中國醫藥學院的心臟外科 有被檢討嗎 有啊 怎麼被檢討 我是聽他們裡面的主治醫師的抱怨 我覺得一個月開300台 真的是很離譜 大部分的醫院 像我們這種大小的 大概都70幾到100台 心血管 心臟加血管 300台 然後每天賠10萬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很離譜 對 他們被檢討 我的意思是說 所謂的被檢討就是說 要求下一次不准給我接 不賺錢的病患 或者是說 下一次你再接 我就扣你薪 或者是下一次再接 我就怎麼樣 有沒有 中國醫藥學院不曉得 有沒有扣薪水 大部分的醫院 都是像類似台大那樣 他會發一個單子 或是公文來 告訴你 你上個月的什麼什麼Case 賠了4萬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你有沒有什麼改善 或者是說 你覺得我們算的對不對 然後我們通常就是改章 然後過去我也不管你 不寫你的意見 就只改章看過了 謝謝指教 不過我覺得管理階層 他們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當他被制度面 然後壓迫到最後 這個錢 我就找你來分攤 他現在試算 然後你每次都沒意見 對啊 我就這樣算 算到有一天我就要扣你錢 有一些醫院聽說 已經真的在扣了 他不會 譬如說你賠5萬 叫你賠5萬 不會 他可能叫你部分負擔 醫生部分負擔兩成 看你下次敢不敢收 李醫生你知道我為什麼 找你上節目嗎 為什麼 因為已經有兩個醫生跟我告狀 所以他們被扣 對 說如果賠5萬 通常他們要賠一半 一半 這也是很誇張的意願 對 有一個說他被扣三成 三成 對 比方說這個總共賠10萬 他薪水要被扣3萬或5萬 這樣 那我問他說 我當然我開玩笑 我說醫生高收入 你製作一個月25萬30萬 這樣 他說 他說你吃米不知道米家 你知道現在 他說他主治醫師 一個月都只有十幾萬 是不是這樣 現在真的越來越少 然後小於10萬的也很多 小少於10萬 內科系裡有一些小於10萬 我都覺得 這樣為什麼要繼續待在台灣的醫院 對 你會把很多 我們很辛苦栽培的優秀的醫院 一直往外推 這是國家的資產 非常可惜 你們有減薪水嗎 我們沒有 他還在試算 還在試算 我如果是管理階層 我也會這樣玩 就是到有一天我經營不下去 我就開始往下 壓 去壓榨 要不然怎麼辦 我如果沒有能力反抗制度 我就只好 回待下面的人 所以 所以 我不完全 我覺得不能完全責備管理階層 人家要生存 所以 一天到晚有人在那邊喊醫德 你醫德是對著醫生喊的 你有對醫院喊嗎 你對醫院喊也沒用 因為制度就這樣壓迫 所以他必須要有轉返 那我舉例 就是說如果萬方醫院的心臟外科 是賠錢的 因為你現在講也是賠錢 對 大概12個月有兩個月是賺錢 10個月是賠錢 對 總體一定是賠錢 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萬方醫院難道不會去想說 我其他科賺錢 我就不要壓迫心臟外科 心臟外科 確實有制度上設計的困難 不會這樣想嗎 我們醫院算還蠻 蠻有良心的 對 我們該 該增加的設備都還是有 都還是有 我們只是怕到有一天 我們就再也沒有辦法成長了 然後有些科就會一直膨脹 一直好 一直膨脹 然後一些科就會維持不大不小 然後繼續賠錢 是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萬方醫院 萬方醫院是醫學中心 的心臟外科主任 叫李紹榮李醫師 那來幫我打DRG這個制度 以前他不是爹爹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事情很重要 我聽到的都是說 很多的這個 病患 特別是很重症的病患 很複雜的病患 要花很多錢的病患 那麼因為他們 碰到這種病患 健保給付只有一定的上限 所以他們要賠錢 在賠錢的情況下 大家反而是開始思考 不敢接這樣的病患 那這樣的病患 就被丟來丟去 到最後其實受傷的 死亡的都是病人 所以這個制度 顯然有它需要檢討的地方 所以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討論 好不好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進廣告